第十五题 在一个补习班里面 Tutorial Class 老师和学生的年龄就是这样 他们找Mean,Medium和Mode of the Ages 这里有个老师37 特别比其他学生的年龄大一点 所以找Mean很简单 除了88个人 答案13 这个是很strict forward 接着找Medium中位数 将年龄由小至大排 找中间的 有8个数字 排到中间 4和中间 在这个Case上 Medium就是10 10岁 最后看Mode Mode就是说 出现次数最多年龄 都是10岁 B part才有些难度 问你哪个Average 是最合适去表达 或者代表 represent 这些数字 哪个是最有代表性 Mean Medium 还是Mode 我来在这个Case 就会说 Mean 其实不太合适 找来自找到 但找它做代表 就不太适 为何呢 因为它有一个Extreme Value 或者Extreme Data 就是这个37 因为会将全班学生的年龄拉高 而且拉高得来 是明显地等于其他人的 接近三倍至四倍 这些我们就叫做Extreme Value 凡真有Extreme Value的Data Set 有些特别大以上大 和异常小的数 我们就不太适合用 mean 去做那个代表的 这个Average 不是那么合适的 在这些Case 有Extreme Value 最好用Medium 和Mode 或者中位数最好的 是不会受Extreme Value所影响 所以我们就要讲讲 Medium will not be affected by extreme values 这些Case 这些Case 这些Case